喂 是米池吗 对 这边有一套180平米的房 那个首付20万 不好意思刚才幸好有点弱 你再说一遍 我说我可以分期付款吗 不可以 可以找一个人 你可以找一个人帮我付款 不可以 你可以找李静宁帮我付款 他为什么知道 因为我一直在等你的电话 辛苦了 没事 我本来 我本来还想就是逗逗你的 没想到 你为什么知道 我现在这个时段给你带电话呢 就是之前有发 他们有发信息给我 然后我就 对 那你没有一刻怀疑过 这真的是一个卖房的电话吗 卖房的电话 声音不会这么好听的 哎呀 你是工作人员在骗我 听说就是 你很希望我对你说 希望你考验顺利 然后要努力学习 我们一起加油 谢谢 谢谢你 我一定会加油的 好 你一定要过 好 然后因为我们粉丝也有一些想说的话 让我转达给你 好 就是说 现在真的有很多很多人都喜欢你 就是我看你之前就是有在回信说觉得受宠若惊 我觉得就是不要这么想 因为我们喜欢你是因为你值得 然后要自信一点不要再佛了 就是你要知道 现在不是你的人生的顶点 出道才是真正的开始 你就每天开开心心 好好练习 然后我们一起努力 一定会在更高的地方见面的 我不知道要说什么 没事 我也好紧张啊 你不要紧张 好紧张 就是因为 就是我们那个打投资数据站和那个考拉物流公司的姐妹们都很辛苦 就是你可以对他们说一声加油吗 就是我希望他们就不要这么累 就是该休息的时候就一定要去休息 对 你记得就帮我传达一下这个话 然后替我谢时他们 然后辛苦了 然后我记得你还有一个请求对吗 对 还要我唱首歌 对 你能不能就是唱一首粤语歌什么的 其实都可以 你唱什么我都喜欢 粤语歌 要听什么粤语歌 唱你比较拿手的吧 你比较喜欢的 那我 好那我就唱一段吧 好 我唱一首 无赖吧 好 三 二 为何还喜欢我我这种无赖 是话你唇话是很伟大 在座每位都将我踩都没有多坏 但你亦永远不见怪 特别好听 我有点紧张了 没事 开放 所以 没事 就是 嗯 嗯 我觉得你唱歌真的特别特别好听的 嗯 谢谢 然后 对我也挺想就是继续跟你聊下去 但是这边是有时常规定 好 对 已经要到了 好 所以 你最后还有什么话想跟我说 嗯 就是我想就是你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就是我知道你颈椎和腰就是要多自己多注意一点 就是身体才是第一位的 你不要太累了好吗 好 我答应你 好 好 嗯 然后我们要在我们要说再见了 嗯 嗯 然后真的祝你考研顺利好吗 好 好 你要出道 好 嗯 嗯 加油 拜拜 拜拜 你挂了 嗯 啊 我不想挂 好 嗯 那我挂就被催了 好 好 拜拜